现在该谈谈 他们的智商是多少 大多数学员的智商 都在110至100之间 有个人得了最高分 是115 他还说 自己想得个120并非难事 但他怕得了这120 以后就会变得很笨 因为电是能把人打傻了的 至于我舅舅 他的IQ居然是零弹 他一道题也没答对 这就让所有领导很是气愤 就是一根木头棍子 IQ也不能为零 于是他们又调整了电压 叫小舅进去补测 再测的结果 是小舅也没超过50分 当然还可以提高一些 但有可能把我舅舅垫死 有件事不说你也知道 别人是答对了要挨电 我舅舅是答错了要挨电 有经验的教员说 不怕学员调皮捣蛋 就怕学员像我舅舅这样耍死狗 测过了智商以后 我舅舅满脸辣黄的躺在床上 好像得了假型肝炎 有时候我问他感觉如何 他愣了一阵 然后脸上露出了鬼一样的微笑说 他还说自己在那个匣子里 惊艳狂喷 射得满处都是 好像摔了几叠子肉洞 又像个用过的避孕套 以至下一个被推进去的人 在里边狂叫着 我操你妈 王二 你压几点德好不好 大概是嫌那个匣子 被我舅舅弄得不大卫生 据说有功德的人 在上测试器之前 除了阿和尿 还有手淫几次 用他们的话来说 叫做捋干净了再进去 这是因为在里边人会失控 但我舅舅不肯这样做 他说被垫打得很煽情 捋干净了就不煽情 我觉得小舅是对的 他是个艺术家 真正的艺术家 都是些不管不顾的家伙 但我搞不清什么很煽情 在测试器上显示的 那些问题很煽情 还是电流很煽情 还是自己在匣子里 喷了一些肉动很煽情 但我舅舅不肯回答 只是闭上了眼睛 测过智商的第二天 早上出操时 小舅躺在床上没有动 别人叫他 他也不答应 等到中午吃完饭回来 他还是躺着没动 同宿舍的人去报告教员 教员说 甭理他也别给他吃饭 看他能挺多久 于是大家就去上课 等到晚上回来时 满宿舍都是苍蝇 这时才发现 小舅不仅死掉了 而且还有点发率 解开被子 气味实在是难闻 于是他们就叫了一辆车 把小舅送往医院的太平间 然后就讨论小舅是怎么死的 该不该通知家属 怎样通知等等 经过慎重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我舅舅发了心脏病 死前住了医院 抢救了三天三夜 花了几万元医药费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习医所学员有公费医疗 可以报销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 习医所派专人前往医院 把这些情况通知院方 以备我们去查问 等他所有的谎话都编好了 准备通知我们时 李家口派出所来电话说 小舅在大地咖啡馆里 无证卖话 又被他们逮住了 叫习医所去领 这一下 习医所里的人 全都摸不着头脑了 他们谁都不敢去领人 因为可能有三种情形 其一 李家口逮住了个 像小舅的人 好像连小舅死了 所里都不知道 显得所里很笨 其二 李家口派出所 在开玩笑 在这种情况下去领 也是显得很笨 其三 李家口派出所 逮住了小舅的阴魂 在这种情况下去领 助长了封建迷信 后来也不知道 是哪个天才 想起来到医院的太平间里 去看看死小舅 这才发现 他是猪肉 黄豆和面粉 做的 这下子 活小舅可算 惹出大漏子了 我的舅舅 是位伟大的画家 这位伟大的画家 有个毛病 就是喜欢画票证 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会画电影票 洗澡票 就是不画钱 他也知道 画钱犯法 只是偶尔画几张珍稀油票 等到执照被吊销了以后 他又画过假执照 但现在的证件上 都有计算机号码 画出来也不管用 他还会做各种假东西 最擅长的一手 就是到朋友家做客时 用洗衣肥皂 做出一泡栩栩如生的大便 放在沙发上 把女主人吓晕过去了 这家伙要溜出洗衣所 但又要给所里一个交代 他叫我给他找几十斤猪肉 扛在麻袋里 偷袋进洗衣所 但我不知道他是做死人 假如知道的话 一定劝他用肥皂来做 把半扇温猪放到宿舍里 太讨人厌了 认真分析小舅前半生的得失 发现他有不少失策之处 首先他不该画些 让人看不懂的画 但是如他后来所说 不画这些画就成不了画家 其次他应该把那些画 叫做海马松鼠和田螺 但如小舅所说 假如画的是海马松鼠和田螺 那就不叫真正的画家 再其次他不该在洗衣所里装傻 但正如小舅所说 不装傻就太过肉麻 难以忍受了 然后是不该逃走 不该在床上放会死猪肉 但小舅也有的说 不跑等着癌痫 不做假死尸 等着人家来找我 所以这些失策也都是有情可原 最后有一条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一跑出来就做画 卖画 再过几天 习一所通知我们小舅死了 那就天下太平 到时候 李家口派出所 通知他们逮住了小舅 他们只能说 此人已死 你们逮错了 我以为小舅 还要给自己找些借口 说什么自己 寄养难熬等等 谁知他却发起了愣来 愣了好久 才给自己额头 重重一拳道 真的 我真笨 生活里有各种情况 我有不止一个小舅妈 但再次提到的这个 却是真的小舅妈 我很喜欢小舅 希望他和各种女人结婚 想来想去 一直想到 玛丽莲梦露身上 此人已经死掉多年 尸骨成灰 但听说他活着的时候 胸围大得很 如前所述 我舅舅有外邪式的毛病 所以小舅妈的胸围 一定要大 否则部分胸部 有利于视野之外 视觉效果太差了 事实上 我是瞎操心 真的小舅妈 只用了一个晚上 就把小舅的外邪式 治好了 小舅妈身材硕长 皮肤白皙 腰只柔软 无论坐在床上 还是坐沙发 总爱歪着 用一头乌溜溜的短发 对着人 除此之外 他总是呈现出 憋不住笑的模样 他老对我说一句话 有事吗 这是他在我假装 无心闯到他住的房间里 去看他的时候说的 此时他就是这个模样 这种事有过很多次 不过都是以前的事 这件事开头时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 家住在一楼 后来搬到了六楼上 而且没有电梯 这些楼房 有一些赤裸裸的 混凝土楼梯 满是尘土 粉皮剥落的楼道 顺着墙角 散着垃圾等等 准确的说 垃圾是些葱皮 鸡蛋皮 还有各种塑料袋子 气味难闻 谁都想扫扫 但谁都觉得 自己扫是吃亏 有一天 这个楼梯上 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然后有个女生在门外说 王范 就是这儿吗 一个男生打道 是 我听了对我妈说 坏了 是小舅 我妈还不信 说小舅离出来的日子 还远着呢 但我是信的 因为对我舅舅的道德品质 我比我妈了解得多 等打开门一看 果然是她 还带了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子 她就是小舅妈 但她不肯明说 我舅舅介绍我妈说 这位是我大姐 小舅妈摘了帽子 叫道 大姐 我舅舅介绍我说 这是我外甥 她说 是啊 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王范 你这个外甥很像你啊 我最不喜欢别人说我像小舅 但是那一天却例外 我觉得小舅妈很迷人 早知道进了习医所 会有这种厌遇 还不如我替我舅舅去呢 现在我要承认 我对小舅的女朋友都无好感 但小舅妈是个特例 她第一次出现时 身上穿着制服 头上戴着大眼帽 竖着宽宽的皮带 腰间还别了一把小手枪 熊舅舅抢 我被她的装束给迷住了 而我舅舅出现时 手戴着一副不锈钢铐子 而且端在胸前 好像狗熊作义一样 就像狗和耗子有区别一样 囚犯和管教也该有些区别 所以有人戴铐子 有人戴枪 一进我们家 小舅妈就把小舅的铐子 开了一半 这使我以为 她给她戴手铐是做做样子 谁知她顺手 又把开了的一半 锁到了暖气管上 然后说 大姐又用卫生间 就钻进去了 我舅舅在那里 站不直蹲不下 半蹲半站 羞羞达达 这就使我犯了疑惑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 小舅妈出来 又把我舅舅和她靠在了一起 并排坐在沙发上 我觉得他们好像在玩什么性游戏 总的来说 生活里某些事 必须有些幽默感才能理解 但我妈没有幽默感 她什么都不理解 所以气得要死 我有幽默感 我觉得正因为如此 小舅妈才格外的迷人 我一见到小舅妈 就知道她很辣 够我舅舅一呛 但不管怎么说 她总是个女的 比男的好吧 在阳台上 我祝贺我舅舅 说小舅妈比她以前 炮过的哪个妞都漂亮 我舅舅不说话 却向我要了一只烟抽 根据我的经验 我舅舅不说话时 千万别招惹她 否则她会暗算你 除此之外 她那天好像很不高兴 我和她靠在一起 假如她翻了脸打我 我躲都没出躲 我舅舅吸完了那支烟 对我说 这件事是福是祸 还不一定 然后又说 回去吧 于是我们回到了卧室里 请小舅妈开手铐 小舅妈打量了我们一通 说道 王范 这小坏蛋长得真像你 大概和你一样坏吧 舅妈和外侍讲话 很少用这种口气 除此之外 我舅舅把那支烟 吸得干净无比 就连烟屁股都抽掉了 这说明她很需要你固定 因为她很能混人缘 所以到了任何地方都不会缺烟气 如今猛抽起烟屁来 是个很不寻常的景象 总之 自我认识小舅 没见过她如此的低调 现在必须承认 年轻时 我的觉悟很低 还不如公共汽车上 一个小女孩 这个女孩子身上很干净 只穿了个小裤衩 连裙子都没穿 不穿裙子 是因为她母亲以为 她的腿 还不足以引起男人的邪念 穿裤衩 是因为腿上面的部位 足以引起男人的邪念 小舅妈压着我舅舅 坐公共汽车 天很晚了 车上只有六七个人 这个小女孩 跑到我舅舅的面前 看看她戴着的手铐 去问小舅妈道 阿姨 叔叔这是怎么了 小舅妈解释道 叔叔犯错误了 这孩子爱憎分明 同时又可以看出 我舅舅是靠着的 行动不便 就朝小舅妈要紧棍 要把我舅舅揍一顿 小舅妈解释道 就是犯了错误的叔叔 也不是谁都能打的 那孩子眨着眼睛 好像没听懂 小舅妈又解释道 这个叔叔 犯的错误 只有阿姨才能打 这回那孩子听懂了 对着小舅妈 高兴地叫了一声 讨厌 你很没意思 就跑开了 说到觉悟 最低的当然是小舅 其次是我 我总会跟他站在一起 想问题 其次是我妈 他看到我的小舅妈 考得我舅舅就不顺眼 再其次是小舅妈 他对小舅保持了警惕 但是觉悟最高的是那个小女孩 见到觉悟低的人 想揍他一顿 就是觉悟提高了 我舅舅的错误 是千条万续 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画出来的画 没人懂 仅此而已 还不要紧 那些画 看上去 还像是可以读的 这就让人起疑 觉得他包藏了祸心 我现在在写他的故事 似乎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这个故事可懂 又没有人能懂 但罪不在我 罪在我舅舅 他就是这么个人 我妈对小舅舅有成见 认为小舅既不像大舅 也不像他 他以为是在产房里搞错了 我长得很像小舅 他就说 我也是搞错了 但我认为 不能总搞错 总得有些搞对的时候才成 不管怎么说吧 他总以为 只有我能懂得 和小舅有关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会 小舅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事 所以把我叫到出发 往里说 你们是疑事的 给我说说看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 没什么 小舅又泡上了一个妞 是个女警察 她快出来了 我妈就操起心来 但不是为我舅舅操心 是为小舅妈操心 照她看来 小舅妈是好女孩 我舅舅配不上她 我妈总是注意这种配不配的问题 好像她在配种站任职 但是到了晚上 她就不再为小舅妈操心 因为他们开始做爱 虽然是在另一间屋子里 并且关上了门 我们还是知道 他们在做爱 因为两个人都在嚷嚷 高一声低一声 中夜不可断绝 闹得全楼都能听见 这使我妈很愤怒 摔门而去 去住招待所 把我也揪走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